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事 说吧 哥 是不是你私自换了狭露腌制的外包装 是啊 腌制的包装和腌制的品质一样重要 这直接会影响郎里春的声誉的 我只知道这昂贵的包装 只是表面花哨 根本就没有实际意义 可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把外包装换成了次等包装 现在有几何腌制已经出现问题了 顾客对我们腌制的品质 产生了质疑 更换包装 只会节约成本 我觉得普通的包装 并不代表质量一定不好 再说 现在出现问题 就一定是换包装导致的吗 哥 郎里春一向以品质夫人 百年传承下来的 就是以精品高贵为风格 你现在把外包装换成了次等的包装 顾客最为认为我们的腌制是次等品 为了这点影头小力 影响郎里春的口碑 这根本就没有意义 赢头小力 你口中的赢头小力 能比以前多挣一倍的钱 你知道吗 一倍又能怎样 这样只顾着眼前利益的行为 只会砸了郎里春的招牌 月轩 做生意不能只讲究招牌 更重要的是利益 你知不知道 冷里春每月开销最大的就是你们研发部 如果说你真的为店里好的话 那赶紧把产品研发出来了 你这是歪地 谬乱 大少爷 月轩少爷 老爷 叫你们过去一趟 月明 更换包装的事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跟大家商议 我是想等到做出成绩之后 再想贴汇报 胡闹 通过更换包装您也看到了 我们节省的成本比以往要有一倍多 那也不能拿郎里春的招牌来开玩笑 你初来乍到 有任何决策 都应该跟月轩商量着来 听听她的意见在行事 总好过你现在自作主张 坏了做生意的规矩 月轩 你来处理此事 把这批产品全部撤回 已经卖出去的 无论是否使用过 都用合格的产品替换回来 不惜成本 也要保住顾客 对郎里春的信任 以后生意上的事 你就多指点月明 知道了 我这就去办 来来来 人人都有份啊 谢谢龙小姐 龙小姐 你看真好看啊 真的很好看啊 好美啊 龙小姐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收到这么好看的礼物 一点心意罢了 你们要是喜欢 我以后还给你们带 真的吗 谢谢龙小姐 谢谢龙小姐 龙小姐人真好 是我见过最好的主子 就是就是 拿给你的 你们喜欢我吗 喜欢 那就好 我想让朗家所有的人 都喜欢我 龙小姐 你放心吧 我鹰哥跨人的手法 那可是一流的 真好看啊 什么事啊 太太 太太 我呀 就给他们随便送了 点小礼物 你们都下去干活吧 是 谢谢龙小姐 谢谢龙小姐 我说呢 这府里为什么这么热闹 原来是莫话来了 我一见到你啊 就高兴 那我以后可常来了 你不是爱吃 我们府里的狮子头吗 你以后啊 就天天来这儿吃饭 太太对我这么好 我不能总吃现成的吧 今天我下厨 让您尝尝我的手艺 好啊 但是这下厨房 实在是委屈你了 不委屈 只要您觉得好吃 我就开心了 那行 妙兰啊 莫话对我们厨房不熟悉 你带她去 顺便给她打个下手 好 来 妙兰姐姐 你在家经常下厨吗 有时候 那家里人都喜欢吃什么 你肯定知道了 那是自然的 那月轩喜欢吃什么呀 月轩啊 说来也奇怪 原先 月轩也没什么特别爱吃的 但是自从海棠进了家以后 海棠喜欢吃什么 月轩就跟着吃什么 现在呢 现在也一样啊 妙兰姐姐 你记错了吧 月轩她可能吃辣了 海棠一点辣都吃不了 你为什么骗我 我没有 龙小姐 你是不是讨厌海棠 她做错什么了吗 你误会了 那就是喜欢月轩 没有没有 龙小姐 我 龙小姐 喜欢月轩的人挺多的 这也挺正常的 不过妙兰姐姐 你可别忘了 你是她嫂子 你要是喜欢她也可以 不过 你得像海棠一样 先离开这个家 你干吗呢 从尚师傅那回来之后 就一直这个样子 一个人 整整一个下午 一句话也不说 其他女工 都不敢靠近她 爹刚刚扯销了我哥 负责侠卢腌制的包装出货犬 还训斥了她一顿 月明她是真心 为了朗里春好 想好好表现给大家看看 却没想到闹成这个样子 她心里肯定特别难受 是 我去劝劝她 算了 她现在一定不想见我 海棠 你帮我去劝劝她行吗 嗯 谢了 来 心里有什么不痛快 就说出来吧 别憋着 我没事 就算你把他们都磨光了 又有什么用呢 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看来 整个工坊应该都传遍了吧 是是是 朗家大少爷为了开源节流 把所有的包装都换掉了 惹得朗家老爷大发雷霆 现在啊 朗家大少爷 正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谁都不肯见呢 你就尽情地取消我吧 这些话就算我不说 你也会从别人的嘴里面听到 月明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别人会说 原来朗里春对产品的要求 那么严格 就连一个包装都要用上好的官窑 这不正说明咱们制作精粮 同所无期吗 你被老爷骂了 觉得心里面委屈 可你要知道 你对朗里春对朗家 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 你在工坊里面 御事总虚心求教 为了调制配方 又没日没夜地住在工坊 你的努力 大家都看得到 又怎么会取笑你呢 老爷那样说 也是一时心急 他不是在骂你 而是在教你 欲速则不达 见小力 则大事不成 别动 海棠 你见过杨海豹吗 杨海豹 就是那些金发碧眼的杨姑娘拍的海豹 对啊 我在想啊 朗里春的产品既然要走向国际化 那我们何不找一个合适的女孩子 来给我们的产品拍摄呢 这样可以有新的宣传啊 这是一个好想法 月明 这天上去又有趣又有创意 海棠 这是你给我的灵感 你既然想到点子了 就赶紧实施吧 免得被别人抢了先机 对了 那代言人有人选了吗 这还用找吗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啊 我不行 是你给的我灵感 你当然是不二人选了 你可不要拒绝我 可是 可是什么呀 那我再想想 好吧 少爷好 少爷好 海棠 我哥怎么样 看得出来 他这次受了很大打击 都怪我不好 我知道你是为了朗里春好 可是月明也是为了朗里春好 你们两个应该多为对方考虑一下 说到底都是我的错 其实月明呢 无非就是想做一点事情证明自己 就在刚刚 他还想出一个新的点子来 什么 他想找一个代言人 拿着咱们的产品 学洋人那样拍一些洋海报 洋海报 你别说 这个主意还真的挺好的 海报的拍摄 我可以找胖文 产品呢 我们现在自己本身就有 也没什么问题 至于这个代言人 不用说了 我哥找的肯定是你 是啊 化妆想主意 我可以 但是抛头露面的事情 我真的做不来 如果代言人是你的话 土是土了点 不过能凑合看 你什么意思 我就这么上不了台面吗 不是上不了 这个土总比没有带人强吧 不就拍个海报吗 我就不信我不行 好 太太 快来 尝尝我的手艺 莫华 快坐 让我来 来 尝尝我的汤 嗯 怎么样 莫华 你的手艺真不错 太太要是喜欢吃 我以后就经常给您做 可真是的 你这亲自下厨 但刚好家里人 个个都不回来吃饭 那妙兰也是 白天还好好的呢 这会儿就身体不舒服 没事儿 这回吃不上 那我就多做几次 肯定能让大家都 尝得我的手艺的 说出来啊 不怕你笑话 我这打心眼里 就希望啊 你能够过来 住进我们朗家 天天能一块吃饭就好了 太太 您的意思是 你觉得我们家月明怎么样 很好啊 一表人才的 全空阳城 不知道我多少女孩 都在羡慕我 总能见到月明哥呢 那我就直说了 我希望你能够做我 我们朗家的儿媳妇 我也想 可是月明哥的心思 在海棠身上 他的眼里是容不下别人的 海棠已经拿走了修书 以后跟我们朗家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他俩原来毕竟是夫妻 我可没有能耐 从中再插一脚 月明哥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我跟月轩哥合适 月轩在外面花天酒地 还教了些不三不四的人 不是个可以依靠的男人 月明就不同了 心思简单又善解人意 可我就是喜欢月轩 性格多好啊 多平易近人啊 傻孩子 女人选男人一定要小夕 这是一辈子的事 谢谢太太 这么替木华着想 木华从小就没了娘亲 一直觉得太太您慈美善目的 就和我亲娘一样 谢谢您太太 结婚的事儿 咱们以后再说吧 好 快来吃饭吧 那你要经常来家里吃饭 嗯 来给您加这个 哎 哎 月明哥 你回来了 我说你怎么老是在我们家啊 你管我 不是 我是替你着想啊 你每次来都碰不到月轩 替你着急不是吗 我乐意 好好好 你乐意你乐意 哎 哎 我看见今天心情不错啊 怎么了 有什么好事儿啊 分享一下 哪有什么好事啊 只是接下来啊 有的忙了 忙什么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来宣传咱们的朗里春 就是学洋人一样 来找个人代言 来拍海报 代言人 嗯 哥 月轩 正好碰上你了 拍洋海报的事情 我已经告诉爹了 爹特别高兴 还夸你呢 夸你见多识广 你也知道了 对啊 那这么说爹他同意了 当然同意了 爹说了这件事呢 他就不过问了 交给咱们俩全权负责 不错吧 正好 国际胭制展销会 马上就要到了 哥 这件事咱们还得抓点钱 这一天就得拍出来 行 那一会儿啊 我们聊聊细节吧 好 那你们代言人找到了吗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电影杂志 那个应该可以做参考 你等着哥 我拿给你啊 月轩 月明哥 代言人的事 你看我怎么样 你 我怎么来挺好的呀 而且免费的 不是这个意思 莫华 这个代言人呢 你是挺合适的 不过 我已经找好人选了 总不能言而无信不是吗 你直接说海棠不就得了 爹 哎呀 我的小祖宗 你 是不是我想要什么你都肯答应我 那当然了 你爹我说过最不掺假的话就是这句了 你深更半夜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好 我让你帮我找全昆阳 不 全省城最厉害最优秀的设计师 最好是羊人设计师 一定要比那个顾海棠强一百倍一千倍 什么设计师不设计师的 那不就是个小裁缝吗 明天 我就让人把昆阳最好的裁缝店给你包了 不行不行不行 那个太土了 必须是羊人设计师 羊人 这我也不认识 爹 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嘛 我这回 无论如何都要当上老李春的形象代言人 这么大志气 爹这是你 可是你告诉我 什么是形象代言人呢 就是拍海报 然后给老李春做宣传 然后 说那么多你也不懂 总之我一定要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我要让大家都看看 什么叫做不鸣则矣 矣名惊人 我龙默化绝对不比顾海棠差 那当然了 也不看看是谁的女儿嘛 好交给你了啊 我走了爹 默化 设计师 是 形象代言人 上来 小姐 你都练了一天了 要不下来歇会吧 不行 我一定要站到那上面 把孔高 这个毛病给克服掉他 再来 好 不要碰我 我自己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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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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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出牙齿啊 好 郭小姐 我们头稍微抬一点 来 我们稍微往左边一点点 表情能不能不要那么僵硬 快点再来 那个 我动作都做不好怎么拍啊 教你一下 海灯 那个 我知道你有点紧张 这样 你放松点 你别把它当成一次拍海报 你就把它当成是平常出去玩 没事拍照玩的 我真的不会把 我老是站不稳 我知道 我刚才在那儿也看出来了 不是 我不是说你不好的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你不用拍那么复杂的动作 简单点就好了 好吗 女神 莫华 你来做什么呀 我是来当朗里春代言人的 代言人 你可别闹了 我没跟你闹 各位 我是龙莫华 今天来到这儿呢 是来当朗里春的代言人 这朗里春的代言人非我莫属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来吧 我睡着 mitä 我睡着了 我自己去吧 我会你去看看 我会去看 你怎么又不在呢 我会去看看 我会去看看 你怎么会去看 你怎么会去看 你自己再也去看 他怎么会去看 这海报里的姑娘真漂亮啊 是啊 老李春的胭脂就是好 把人画得这么美 诸位 商会会长一职已经空缺多日 群龙无手很多事物 无法拍板定夺 我贵某人年事已高 无法事事歹劳 故此还要烦请各位认真商议 早日推出合适人选 拜托了 是啊 有道子 正大 行了行了 就都别在下边下窜着了 要以我看 谁要是能拿到那个什么什么奖 国际研制展销会 国际研制展销会奖 那谁的成绩好 谁就当会长不就完了吗 还真是啊 我同意 那好吧 就这样 散会 老兄 东大帅 老兄啊 我女儿给你们家拍的照片 我看了 哎呀 漂亮 没给你丢人吧 咱们两家 也算是合作了一把 那是那是 二位聊些什么 你们聊 你们聊 我家里有事 先走一步啊 老兄 这次的国际研制展销会 朗里春会拿出什么绝活 这是商业机密 明白明白 这是要给我一个惊喜啊 我还真是期待呢 保证让施老板耳目一心 不过我劝你啊 不要急于求成 免得到时候功亏一篑啊 朗里春百年休息 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 又怎么可能 因为一条小河沟帆船 走着瞧吧 烟制展销会马上就要到了呀 是啊 这几天月轩少爷 一直在研究那个红烟烟制 也不知道准备得怎么样了 听说施航路也在研究呢 那咱们可得好好准备了 月明少爷 月明少爷 快坐快坐快坐 我就想问你们一下 知不知道海棠去哪儿了 海棠姐出去了 出去了 嗯 哦 月明少爷 你找海棠什么事啊 都是女工 她能做的我们也可以带牢 我正有此意呢 我呀 就是想选一张海报 作为这次国际烟制展销会的主推海报 真好看啊 你们帮忙看看 哪张好看 这张好看 你看 我觉得这个好啊 我觉得这个好啊 这个好看吧 这个好看吧 你们觉得这张好看吗 对啊 对啊 看来大家眼光都是一致的 那就顺以民意 选这张了 对了 月轩去哪儿了 月轩少爷 还能在哪儿 在研究红烟胭脂呢 哦 那你们忙吧 我去找她 大家坐吧 坐坐坐坐 该忙什么忙什么吧 好好好 走 红烟胭脂 月轩 你打算把红烟胭脂 什么时候投入生产呢 我想在这次国际胭脂展销会上 将它重磅推出 我也想把红烟胭脂早点推出啊 可现在最重要的是 红烟是由锦射定箱工艺精致而成 但这定箱的用料上 但是什么呀 朗家的传统配方 再加上这些到繁琐的工序 都能称得上艺术品了 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可我还是有点担心 我们现在用的射箱成本很高 而且这个射箱有可能 会导致孕妇流产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使用 所以我想找另外一样东西 去替代它 那就索性放弃 按照原来的配方 我们在这儿犹豫不决 只会错失良机啊 可是我不想做出 有瑕疵的产品 你知道的 这次展销会上 有很多竞争对手 万一谁发现了 我们的产品有瑕疵 宣扬一番 那我们之前的心血 就功亏一篑了 可我还是觉得 红烟胭脂的工艺 和呈现力度 最适合这一次的展销会了 那技术上的事情我不太懂啊 如果说你不打算把红烟胭脂 在这一次展销会上推出的话 你一定要找一个 和它同等品质的产品 来替代它 行 我试试 好 那你忙吧 我不打扰你了 老月轩说 红烟胭脂还有问题 暂时还不能上市 因为这个事 还在工坊 和朗月明终止起来 这个朗月轩 还真是狂妄自大 他这样做 是不是就是为了 想在朗家出风头 好把朗月明给挤兑下去了 也许吧 这件事我会尽力促成的 国际胭脂展销会 这样的好机会 你可得抓紧了 喜不可施 明白了 爹 来昆阳找你这些日子 我仿佛像做了一场梦 我因而与朗家结缘 我苦苦追寻 却得到了 你已去世的问号 这中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老天有眼 请保佑我 一定要找到答案 这里没有朗家的牌位 他在祭拜什么人 朗老爷 海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祭拜我爹的 您 我是来祭拜我朋友的 老爷 您认识我爹吗 你爹是 我爹叫顾顺琪 我并不认识他 凌云 我不是 我都别老子 你不是老子 他来来 你别乱 我与她 你不是老子 不要老子 我的领寥 请总 老爷 都怪我没有提前安排好 海棠刚才的一番话 向来是有所怀疑 鸟过流影 人过流济 岁月的痕迹想要一笔抹去 难 他即便是有所怀疑 若没有确凿的证据 过两天 也就放下了 也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若是有证据的话 估计他也等不到今天 是啊 不过 存在过的人 总会留下些什么 若是真的被发现 那我们就坦然面对 欠下来的债 总有一天要还的 海棠是个好姑娘 海棠是个好姑娘 咱们要好好善待人家 哎 燕致 你可安好 要是时光可以倒流 那有多好 尚师父 心不在焉是大忌 走神做出来的胭脂 是不会好的 尚师父 我想跟您打听个事情 您在朗家待了这么久 你有没有听说过 一个叫胭脂的人 你为什么问他 你真的认识他 那他跟朗老爷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他 尚师父 所以 老爷祭拜的 真的是胭脂 那爹的牌位 到底是谁立的呢 很久不见了 爹的烟 梦华 跳得真好 月明哥 你怎么有空到我家来了 我是来看看 你这位国际大明星 是怎么养成的呀 取笑我呢吧你 不敢 我来呀 是想和你说正事的 刚才看见你跳舞啊 我就突然想起来了 我还想邀请你 带领我们工坊的女工 在燕池展校会上跳一曲呢 以你为领舞 这样岂不是很有特色 月轩 月轩 想什么呢 红颜胭脂 到现在都没能找到 取得锦舌定乡的工艺 我怕赶不上展校会 既然赶不上 那就不要勉强了 可这是大家的希望啊 我知道 大家都指着红颜胭脂 能让郎李春在展校会上 一炮而红 接到更大的订单 如果没有了红颜胭脂 那我们也得找个新产品 去代替啊 所以我在想 郎李春的鸭香宝 鹅蛋粉 这个鹅蛋粉很久没有生产过了 市面上缺货 不知道能不能应急 鹅蛋粉虽然经典 但却没有新意 现在的小姐太太都十分挑剔 恐怕很难在众多产品中 脱颖而出 其实这个也不难 咱们可以来一个新瓶庄舅舅 说着你的想法 我们可以把这个鹅蛋粉 做一个限量版的包装 正好现在是樱花的季节 我们可以做一个樱花图案的系列 有少女心 而且还浪漫 还有啊 最近郎李春找了 莫化的代言人 我们可以利用 她拍《洋海报》这一招 巧妙地跟鹅蛋粉 结合在一起宣传 再配上广告语 我觉得 这应该能成为一个亮点 海棠的想法非常不错 这样吧 我们做两手准备 月轩少爷 月明少爷和莫化小姐来了 把所有女工都招过去了 不知道要干什么 走 来来来 大家都听我说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学 古代的赵飞燕 跳一出掌上飞燕舞 你们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玉铭哥 好 哥 你们来得正好 我正想跟你们说呢 这次国际胭脂展销会的 宣传方案 我已经想好了 首先呢 就在展会门口 发放像这样 极具特色的小传单 还有呢 就是让莫化带领女工们 跳一曲飞燕舞 在柜台前造势 我觉得一定能吸引大家的眼球 你们觉得怎么样 哥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 红颜胭脂 估计来不及赶上展销会了 所以我和海棠还有尚师傅觉得 我们想用朗里春最传统的鹅蛋粉 来代替他 什么意思 鹅蛋粉 可是 月明 时间太紧了 红颜胭脂真的不能贸然推出 对啊 月明 既然来不及 那我们就换个产品 再重新定制一个方案给就行了 既然大家一再坚持 那我就同意吧 对了 月轩 爹那边你记得去汇报一声 好 不过哥 你的想法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也可以用在鹅蛋粉上 各位 展销会在即 咱们朗里春决定用传统的鹅蛋粉 作为主推产品 这几日可能要辛苦大家加班加点了 鹅蛋粉制作不难 但要讲究精致 细腻 是肯考读公益的 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来 是 那这样 我跟海棠负责鹅蛋粉的外包装 还有质量把关 哥 你跟莫华就继续你们的想法 好 加油 加油 堵 滚 净 谢谢 吃 ted 用 我 distribution 资 Swe 我 Number 我们 quart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